国内昨天通报40宗新冠死亡病例 比前一天的36宗稍微上升 其中10人送院前死亡 新增死亡病例中 柔佛占最多共有8人病逝 接着是霹雳6宗 击打5宗 沙巴雪兰娥和登加楼则是分别有4人死亡 除了玻璃市和三个联邦直辖区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其他周数都有至少一个人不敌新冠肺炎事事 全国目前累计30,614宗死亡病例 另一方面 全国基本传染数也再度逼近1.0 目前报0.98 当中又以玻璃市最高达到1.12 卫生部长凯里敦促人民 继续严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协助降低指数